上课铃响了之后 陆老师让叶迟敏回去自修 又柔声续语地安慰了他几句 让他保持好心态 不要影响明天的考试 等叶迟敏走后 陆老师重新看下了朱朝阳 看了他一眼 随后缓和了一下语气 唉 你妈跟我说过 你家里的情况 你爸妈离婚之后 你爸不太管你 你妈在风景区上班 平时也都不在家 你妈说 你大部分的时候啊 都是一个人在家 让我们做老师的 要好好管教你 但你怎么会做出这种事啊 没有 我真的没有啊 朱朝阳带着哭呛了 你竟然还要赖 陆老师眉头一皱 冷冷地望着他 你前几天还打了叶迟敏 没有 那次也是他冤枉我的 陆老师深吸了一口气 似乎对面前这个学生 彻底放弃了希望 你这样子下去 肯定不行 你明天 把你妈叫到学校来 我要跟她谈一下 我 我妈明天上班 请假也要来 今天晚上 你叶自修不用接着上了 早点回去 跟你妈妈打电话 让她明天来学校 不来的话 你明天 也不用来考试了 叶朝阳抿着嘴 助力不动 去 现在就回去 陆老师拉着他的手臂 要把他拖出办公室 快拖到门口时 朱朝阳再也忍不住了 哭了出来 对不起 我错了 我再也不会这么做了 陆老师 让我明天考完试吧 我真的错了 我不该欺负叶迟名的 我真的错了 办公室里其他两位老师 平时都挺喜欢朱朝阳 此时也一起过来劝了 陆老师啊 算了吧 他认错了 让他写个保证书 考试 还是要让他考的 陆老师深深吸引一口气 最后 在两位认恨老师的 共同劝说下 又看在朱朝阳 痛哭认错的态度上 让他在办公室 写好了保证书 这才放他回教室 回去之后 他一直低着头 同桌女生偷偷问 发生了什么事 他摇摇头 什么也没有说 叶自修结束 他疲倦地收拾书包回家 刚走出教室 恰好又遇到了叶迟名 叶迟名冷笑地说了一句 哼 谁让你 总考这么好的 害我被我爸骂 就是要让你难受 我要让你 明天发挥得也差 瞧你这一次 还能不能考第一了 看你这一次 还能不能考第一了 朱朝阳一惊 他这才明白 叶迟名今晚连番 在老师面前 演戏冤枉他的动机 竟然是妒忌 他考试的分数 所以才这般设计陷害他 他抬起愤怒的眼睛 看了他一眼 随其视线又低垂下去 什么话也没说 默默背着书包 走了 他真的盼望 这个学期快点过去 这边 这边 这边